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早上十一點 這次是我SIDE OFF的 但是這個又是打尖 都猜到是打尖的 這個一定是打的 因為美國宣布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 甚至包括香港 都要進行PCR test 或者是上幾年有PCR test 或者是RAT 這個就很清楚 美國不信任 這個就很清楚 首先一件事 如果這樣的話 在香港的轉機地位 就 固然大受影響 固然 因為你現在是這樣的搞法 哪個在香港轉機 對不對 但是這個更重要的一個信號 政治信號 是 拜登不信任中國政府 在疫情上完全不信任 你不收疫苗的話 就算英國保守黨 對新衛城 應該新衛城很快都要做類似的事 就是所有來自香港 香港或者中國的旅客 可能是要PCR test 這個是第一步 看看驗到什麼 因為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美國這麼快 就很簡單 就是二例 就是我上一節說過 你大哥 一半旅客 你是出事了 我還沒記住 一半又沒有 一些新奇品種的病毒 就是全部要做基因定罪 那我想問 我是美國的 我為了公眾利益 我沒有可能 再瘋一波 所以 最後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中國開關 我和你封關 你沒事的 你所有要做PCR test 所有要做 這個是第一步PCR test 我可以跟你說 不會是最後一步 如果情況繼續惡化 譬如意大利 繼續驗到奇形怪狀的東西 我猜就不會是PCR test 這麼簡單 就瘋了 即是不給的 除非 你中國政府 你提供病毒樣本 中國政府在疫情上面有透明度 即是你死了多少人 你有多少染病 或者大致的情況 流行什麼病毒 要和國際社會匯報 否則國際社會不會回報 你知 這個是令中國 完全是 中國 中國 最後一根稻草 我可以說 真的 真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透明度去到這個地步 如果你的透明度去到這個地步 我有一個問題很簡單 哪個跟你做生意 你想清楚 哪個跟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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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馬阿秀和你聊 阿水和你聊 不是 不是 你不會這樣談生意 你這樣搞下去 你會出事 因為大佬 神時某時 有沒有來一些奇怪的病毒 你這次 可能叫做COVID-23 或22 那下次來什麼 伊波拉 伊波拉 CLOXOVER 因此COVID 你不要玩 你不要玩 喂 沒人知道你是玩什麼 BioLogical Attack 你去到習近平,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國際社會和你完全距離是唯一的選擇 你不會有更多的選擇 沒有人會談生意,沒有人會看貨板 在外面的人亦都談,外面的人亦都談不到生意 我可以說,如果現在香港公司 要在歐洲或者要在美洲找人談生意 你可能最好是要請回現在在美國 現在在加拿大或者英國那些疑惡民的香港人 因為那些香港人可以在當地自由行動 你有什麼要交代的,你就用遙控網絡交代 你唯有是這樣的 有什麼要面對面談的,全部由海外的代表負責 你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人會跟你親身經 但老實說,就算是這樣的 我也覺得其實最後是沒有的 整件事,你玩完了 這個很清晰的 所以我覺得是 你事到如今玩到這樣的 你美國現在這樣的強硬態度 然後你英國,英國,德國在跟機說什麼 你又說,你意大利 你可說它是右派政府 因為你說歐洲跟意大利機 最初有Hesitation很簡單 現在意大利的這個政府是右的 是右那小... 它是在右和極右那條街那裡的,OK 那問題就是 現在,右派政府 你那個你不敢跟一個右派政府 但是如果你說,美國 拜登左派啊 左到爆啊 左仔來的啊 拜登一個這樣的左仔 都說,屌... 不行啊 要嫌啊 要襲人啊 這樣就不能說了 英國跟德國或者... 很大限 你不要說法國啊 法國的右派政府還想說什麼 叫人過來右派 我猜她那段股都不敢啦 之後都縮啊 說就這樣說 你實際上神根區 你怎麼行個Visa policy 那時候,法國很縮的 喂,有封過城嗎? 有封城就是黃三軍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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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知道玩什麼 你玩不起封城啊 現在 Macron,沒有這個... 沒有人來玩封城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全世界跟中國Decoupling就緊了 但是現在全世界跟中國Decoupling緊 而香港都Decoupling了 都餘了 這裡的觀眾對美國的舉動呢 就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一早完全是我的Prediction範圍那邊 OK 我不是說什麼... 什麼... 我都說我不是登神來的 如果我有蕭先生的登役的話 我猜世界和平了很久了 是不是? 現在我有燒山登役的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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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波波池算了 是不是? 你知道波波池的提示是怎麼給的嗎? 全都是燈來的嘛 你不能夠直接買的嘛 你要調轉買的嘛 波波池的東西 你不能夠直接買的嘛 直接買波波池會死的嘛 但是波波池買去對家就會贏的嘛 是這樣的嘛 我做了波波池的嘛 我還在這裡跟你說時事平均 是不是? 我做波波池幾好 是不是? 總之我就好像... 神燈那樣 那樣的燈 燈你那樣東西 是不是? 那我就會有錢 有錢代我都死過這麼辛苦 是不是? 你那樣的燈都是一種超人機的 是不是? 那問題我不是燈來的嘛 我...我不是燈實來的 我不能夠說自己百分百準確 但是... 美國的東西 大致上是在我的預測器範圍裡面的 不會差太遠的 午餐不會太遠的 所以你預料了的 這裡的觀眾預料了 他看開那些預料 但是現在這樣的話 香港的經濟是還有的 香港的什麼航運... 什麼轉運中心沒有啊 美國的飛機怎麼飛呢? 怎麼敢飛香港啊? 不敢飛啊 貨機都這樣先啦 大哥 你真是影響那個Duty的 你現在搞到... 類似又是這樣 在銀行換工 很大機會這樣玩 你為什麼在銀行換工呢? 因為一般貨機 如果去美國貨機 就不會直飛太明洋的 因為那個... 運載... 不... 你知... 你知貨機的運載不同 路程不同 路程不同 路程貨機 就... 那個行程是沒有... 因為我同一個行程的機 對... 我同一個行程的行程 我同一個行程的行程 是這樣的 因為你行程的行程 上面也有很多空間 那... 你的問題是... 你如果以往就是... 你... 用美國外國機 這樣做 一般用安克的預期 如果不是... 飛越太平洋很貴的 但我會知道地區是圓的 那... 問題是... 你現在這樣來說 你肯定要換工啊 就是... 一定要... 你只是 receivet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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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做貨外和總收拔 是不是... 短期就沒有所謂啊 你... 你是不是有... 特別中國多的貨物在那裡 是不是... 更加不要說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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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斷... 那些... 都... 不斷那些... 那你只有首爾,或者是漢城 那你只有漢城,你玩什麼呢? 所以你現在,你這樣搞法 香港還說韓中心,韓你好嗎? 這次玩完了,我不會跟你開玩笑 美國的態度也猜到 美國的態度也猜到也是的 因為美國的法律呢 香港是一個中國的普通城市 現在,我再說一次 香港關係法的特殊來如 是被林鄭月娥搞這個送中 正在送走的 你沒有了 你一天不在2019年大革命的問題上 放回黎智英,放回手足 你叫美國放過的,先黏著 所以你說中國有什麼疫情的問題? 美國的法律框架呢 就沒有Hesitation 你說歐盟,你說英國 你說當香港和中國一起看待 他們還有Hesitation 美國沒有Hesitation 美國很簡單 因為我本來有一個香港政策法 香港關係法 有一個香港關係法 本來就給你一個特殊待遇 但是一個特殊待遇有前提 你又不享受那個前提 我當作出個隊 香港人權和民主法 其實都是香港關係法的一部分 具體實施 中國走速 就逼著要具體實施 接著就是香港關係法 香港自治法 其實是有用的 其實是有象徵意義的 也有一個法理作用 現在沒有了 現在有什麼事 一起解僱 不簡單 所以現在香港 你打算做美國飛機 我猜之後 所有的美國飛機 全部都是 漢城或者東京轉 應該是漢城轉人 漢城 停止之後再 再飛 免得反 因為人們不清潔 以後要出去 中國人要出去 美國就坐下一些航空公司 但是我覺得 以後美國 會不會再批簽證給中國 香港會批簽證 但是香港 那個是 因為香港 現時因為要救人的關係 所以在移民上 香港是特別處理的 還有 如果這樣 迫美國 要早前提早 真的要放國申請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給中國 應該 這個不是一個短期措施 其實現在 要這樣封中國 我這樣封中國 可能是一個很長期很長期的措施 你不是說 一二十 你不是說一兩個月 如果習近平這樣 搞法這樣抗疫 中國和國際社會長期斷絕 你可以預見 可能先是因為公共衛生的油 然後台海戰爭 南海戰爭 然後可能中國一片混亂 那就是國際社會和你抗疫 中國有可能抗疫 一片混亂的 因為習近平這樣管 你猜到 習近平這樣管 其實猜到 中國會混亂的 完全混亂狀態 如果中國共產黨散了 就說 可能是個別城市 可能會開給你 但之後 香港會開給你 但屆時香港 就已經和中國其他地區 當然是所關 因為大混亂 可能是外戰 可能是分裂戰爭 什麼 2020年這一刻 已經是 其實 分到揚標 國際社會 和中國分到揚標 因為 就 永遠做了一個很錯誤的決定 就是亂糕的開掛 而且裡面 有什麼病毒 你病毒的問題 過去幾年 你會說 是不是來自實驗室 你死都不交代 那現在是最後 你搞到這樣 沒辦法了 所以美國 折香港的客人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 就此玩完 我想其實 現在有些 譬如UPS Furders 還在香港有Hubs DHL 我想知道有沒有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 中國的情況這麼差 有可能 這三家公司的Hubs 不會在廣州 不會在深圳 甚至可能直接搬去台北 算了 安全 如果搬去台北 有可能是怎樣 因為 台海戰爭問題 可能未必是台北 可能是桃園 可能是高雄 看看怎麼安排 這些是 AIRTRAFIC 還有看有沒有 相應的設施配合 說真的 因為桃園 吞吞量 是不是這麼大 如果 儲起這麼多貨 可以不可以呢 這樣 可以給高雄分擔 一般來說 你很少做這麼多貨 那麼多貨的機場 很少 同時又做這麼多的 percenture 亞洲區 就流行 或者英國 但是 在德國來說 通常是找個沒有什麼 passenger 的Airport 去做貨 譬如 Kernborn Kernborn 那些機場 CGN 或者是 譬如 在我這個州來說 那些 passenger 一般都會飛 都會走 不會是 Kernborn 那裡走 Kernborn 其實主要是做貨 是貨物機場 沒有什麼 Kernborn 那些機場 超沒有什麼 我告訴你 真的現在做貨 擺明是做貨的 連行加貨 是這麼多 沒有facility 的機場 然後你說 好像 你說 那些槍在 德國的 東德重建經濟 那麼多 是幫東德重建經濟 用的 其實 LEJ 被人咬飛起 因為LEJ 那些海關 是以前 前東德的那些人 來的 那些人 那些人很耍官僑 官僑的西面 那些人很耍 很煩 LEJ 青瓜很煩 出名的 就是 就是 這個 UPS 和 Fordex 都不用東面 就是 德雷斯頓 萊比錫 那些 都不用 當地的機場 做合適 便宜都不用 因為 那些海關煩 會被嚇死 但是沒有 你之後 香港 香港機場沒有 香港機場 等英國人打回來 香港再說 所以說 未來 香港經濟會怎樣 所謂的 開關機外面 那些人 都不敢進來 然後中國 就搶了香港的藥 一分鐘 搞到香港的民生大亂 你覺得 2023年是什麼世界 但是 2023年 由 現在 去到 1月 去到3月 可能 腥風血議 這幾個月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這幾個月 我猜 無論由玄學 到政治學 角度 我都告訴你 這三個月是在瘋 很少 是兩個學問 一個完全是 你可能是迷信 一個純粹是 有社會科學基礎的學問 的推算 都是指向同一個方向 就是 2023年頭三個月 會換到屎坑 那樣 你現在看到 你現在超越狗 然後美國封了 香港 然後其他國家 一個封了 香港 航空業 玩完 那些人還想著去日本 又去不到 然後 整群中國人衝過來 前往去後 有追兵 那些人就移民 那些人就移民走 剩下那些坐飛機 就是移民飛機 接著那種怨氣 社會裡面那種 經濟不滿 不穩 失業 那種怨氣 那種困獸鬥的怨氣 過去幾年 已經積了很多怨氣 從2019年到現在 明明爆起來 真是 嘩 厲害啊 明顯我不知道什麼世界 明顯 明顯真的爆 民情 越遲爆越嚴重 我告訴你 早爆也好些 越遲爆 爆到上天井蓋 真是 我也不知道什麼世界 現在美國這樣 你這樣不知道 香港的一刻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大事的開端來的 然後很多事都會發生 所以我就勸各位 我就 第一 美國這樣做 音樂廳就完了 要坐飛機走 就趁早 不要去說那麼多話 這個第一 你都不要這樣去日本玩 現在去不了 第二 要走早走 因為香港沒有壓力生活 1月8日之後 那些人搶藥 搶PARADOR 你想想什麼世界 你這樣搶PARADOR 你以為我不知道 香港搶PARADOR 搶到鎖嗎 那不是香港人想搶 不是香港人想炒 是那些中國人 已經在全球各地 吸PARADOR 在這裡 吸到然 連德國都知道 是藥劑師知道這些新聞之後 截中國人 看到 有些 看到了幾世識不對的 那些 我RESONANT PRIMARY看 就像我那些拿英國護照的 那我BRISCIC 那些 我絕對BRISCIC的 那些就沒事了 我只是英國人 OK 香港來的英國人 OK 你中國人來的那些 Fut off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玩什麼 其實呢 說真的 香港是可以限制 退消藥出口的 有限定的 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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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所有含有 撲熱式通 以及布洛芬的 藥物 的攜帶數量 受到限制 你肯做這件事的話 大把人多謝你 但是我覺得 你這群狠狠 不肯做 撲你的街 有多難呢 那件事 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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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不是這麼辣 原裝的 是儲備商品條例 BISO 現在用的是進出口條例 是臨記泛國威版本 我記不記得他們兩個 分別 但是 原裝的 黃世集版本 黃世集版本 是很辣的 那是儲備商品條例 其實是用米 食米管制的法律 做出來的 10倍那是戰時限制 我就好知道自己在玩什麼 這麼簡單 你將現在用現行法例 由奶粉再加幾個字 再加撲熱式含撲熱式到500毫克 無人撲熱式含有1000毫克 我猜1g撲熱式含下去 那些很毒藥 用一些法律去管制 接著就是布洛芬 400毫克 或以下任何劑的形狀 管得到的 不是管不了的 這是我今晚講的 我真的很熟悉 今天的行業是我發明的 應該不是我發明的 今天的版本是泛國威版本來的 但是那個idea是come for 我的 只不過是怎樣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王世澤那個是一個超辣的版本 我猜用那個很多管制 但是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嚴格來說 如果現在香港的情況 為了確保的人有止痛藥 是應該行儲備商品條的版本 因為那天必要藥物 就是這樣 我講到這裡 今晚再見